这个时候日本田中首相派外交大佬林全柱到奉天 力图说服张学良继续跟日本合作 并口惠了许多好处 但张不为所动 他说 林老先生你替我想的事情 替我自己想的都走的 那他很高兴 我但是你呀 我简单说 我但是你呀 有一件事情你没替我想到 他很惊讶的 他说哪件事情你替我想到 我说我是一个中国人 1928年12月29日早上七点 东北宣布意志 服从南京中央政府 至此南北终于统一了